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样做 真的往为修道者 人现在我都已经放了 你们是不是也把我放了 我告诉你们啊 我必须要赶在天虚堂之前 集齐灵食才行 只有我救出吴志祺 他们才不会得到 吴志祺身上的东西 那你们这些凡人的修仙门派 也就相暗无事了 我们凭什么信你 那吴志祺有何能耐 能唤醒被战神封印的魔煞星 怕不是你自己吹牛的吧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那你们不信 我也无话可说了 反正我只知道 你们这些凡人 根本不是天虚堂的对手 既然你想救人 那为什么把灵食长老抓来 是要做什么 要你管 为了灵食而来的吧 先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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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逃跑 你们先回去吧 是 你别想跑 我们这就带你回宣言派认罪 不行 别人都可以被你们带走 只有灵食道长不行 我抓他 就是为了知道 宣言派灵食的下落 你们这些妖孽 休想登到灵食 天机珠 天机珠 为何在你身上 应该是铸石掌门 托我们给浮云岛导主夫人 带寿礼食 悄然放入其中的 万幸 万幸他没有落入妖魔手中 只可惜 我宣言派凶多吉少 宣言派究竟出了何事 自作孽不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呀 我因为一时贪恋功法 想重振我宣言派的威风 却不小心 中了天须堂妖魔的诡计 这昆音丹 是个致命的毒药 只要不继续服用 就会毒发身亡啊 天须堂想以这种方式 威胁宣言派得到灵食 我们不肯交出灵食 他就一药相逼 给我们设下了限期 我只能自己 暗中寻找 研究昆音丹的方法 你操控妖灵 收集血迦果 就是为了炼这种丹药 我明明已经知道了 有蛀鱼草和血迦果 就能炼成这昆音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就差那么一点点 你如此残害无辜 还要理问为什么 只要能救下我的媒人 我再杀几个人又如何 可是你这么做 和妖妖有什么区别 你 你这样做 真的枉为修道者 你 你们少阳派 李泽公得意了是吧 这天婿堂 不会善罢甘休的 下一个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 现在怎么办 我们敢去服役岛 岛主夫人寿臣 各门派都敢去服役岛 可通知他们敢去 援救玄园派 只是不知道 来不来得及 来不来 来不来